有個慘問,叫我馬士肯群組 大鑊了,來,跌來前一點 來,讓我戴上去 站穩,哥哥哥 來,多謝了 多謝了,Friend 多謝了,馬先生 多謝了 最後都會錄 不是,我來 是門口有鬼用的 要進來才行 多謝望望那邊 多謝,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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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多謝 你,多謝 你,一對一來的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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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看 OK 多謝多謝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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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阿桃 和我曼先生帶一個咪 是 你先拍一張照片 是嗎 是 阿桃是RTV的 不如拍一張 好 今天 剛剛在教育大學 有個 等一下說吧 不用拍一張 準備1 2 3 OK 好 謝謝 所以打胎 平日我哪會打胎 我已經很久沒有打胎 不要緊 隆重其事 我們見到你很開心 有打胎 我們今天是榮譽院士典禮 誰有院士 阿明馬羅乃圈 和何校長 誰是何校長 何校士 你不認識的 中學 因為是德處學校的 是中學 是中學 你用膠紙貼進去的繩子 還有誰我沒有說 經濟 還有呢 都來不來 來得778899 你的號召力厲害 不是你厲害 經濟一說做訪問 不是啊 你一說你來 是呀 是呀 不用拆我 他又說不來 怎麼拆你的頭 不過我很多月都不肯來的 因為疫情很厲害 現在疫情很像 現在淡一點 最後不要弄到馬士丹群做出來 不就是多燈 大家不少 OK 行嗎 行嗎 因為我們已經過了一小時 過了一小時 現在已經出現了 Facebook Live 因為全部都是全球直播 這樣呢 我們就半個小時 好 你都來過了 不記得了 很久 那就停了 謝謝媽媽 再見 但是呢 繼續外出的 他們就問你了 好 好嗎 OK OK 好 大家的電話 麻煩你關掉它的聲音 鎮音 OK 準備 5 4 歡迎大家收聽收看議會內外 我是劉慧卿 今天回來這個廠 上次是明偉的辦事處 今天很高興請到我的老友 亦都是大家老友 很多傳媒朋友都很認識 Fred哥 馬時肯先生 當然是前政府的高官 Fred 多謝你 多謝大兄姐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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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哇 真的太多話說了 我相信很多市民或網民都很緊張 其中一件事當然是經濟 是 因為當年你是幫政府 是 有看財經 有經濟 這個 國泰這件事 是 雖然 雖然都說了很久了 在那裏 但是都宣佈了 不知多少千人就會失業 而不只是國泰 因為很多人靠他 是 供應東西給他 可能真的過萬人 或者更多會失業 現在的失業率已經很高了 6.4 對 那你怎麼看呢 Fred 你覺得 現在有沒有可以搞呢 這也是全球問題 那你怎麼搞呢 你自己有什麼高見呢 第一 就是 國泰這個裁員 當然會令到很多家庭很辛苦 是不是 因為你沒有了份工 或者甚至 我昨天有個朋友 他兒子做機師的 要剪四成員工 就還是要 就是永久性的 講清楚 不是說暫時 就是你要改你的合約 不是說幾個月後 沒有疫情就可以恢復原生 就是那些是很辣的 那些條件 就是這樣講 郭泰這個肯定是受疫情的影響 因為它的在客量跌得這麼多 但是呢 其實你看看各行各業 不只是各大的 很多中小企很慘 真的 所以這個情況 如果持續下去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2003年那時候 你記得嗎 我們的失業率都很高的 是不是 就是沙士的時候 很高的現在 但是呢 沙士之後呢 我們的反彈很快 因為有自由行 有SIPA 所以呢 很快的失業率就回落 很快的經濟就復甦 這次呢 就是 我看呢 很難搞的 因為呢 現在那個全球經濟 除了內地 除了內地 都是 照這個 國際貨幣基金的統計 都是會負增長的 所以呢 其他的國家 又沒有增長 你又 將個關 差不多我們現在 是住一個孤島 那樣的 因為沒有人來的 對不對 難道你建議打開門 對 又不行了 但是呢 就是這樣 我覺得呢 真的要和內地 真的盡快 想辦法 我都和這些政府官員 最近談過 就是說 一定 內地的關口 盡快開發 想 就是 怎樣去控制疫情 就是所謂 他們 他們 譬如澳門那樣做得很好 那現在 紫蘭蘭可以和內地開發了 那我們香港呢 都要 向著這個方向 盡快開發 其實 如果你可以開發的呢 跟內地有經濟上的聯繫呢 就已經差很遠 因為現在內地真的 做得很好 經濟上 它那個 有經濟的增長 今年 那所以 那天有個朋友說 有個名牌 在內地 那個銷售 升了六成 嘩 為什麼升了六成 不來香港買 不在那裡買 是吧 所以呢 整個經濟現在是水深火熱的 就是 就是 再這樣下去 那個 失業率 可能有機會 有機會 超過沙士的 那時候 但是有些市民就怕 如果你說開分關呢 又有疫情進來 那些醫療界那些 或者其他市民又有這個擔心 你剛剛調轉了 現在 為什麼內地的關不開 他怕我們香港 現在調轉了 所以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現在我們 現在是很麻煩的 我們香港這邊 如果一定要盡快 處理到這個開關的問題 就是 如果不是 經濟很難 如果你看回國際上 很多地方都很不行 是 比我們還差 你說在歐洲也好 美國也好 你現在建議 只是跟內地那裡 其他那些 因為他都爆到七彩 不會開給他們 是啊 因為內地現在的疫情已經受控了 所以如果內地經濟也好 跟我們就 一旦有聯繫 我們的經濟至一限度 在某些地方 會好很多 甚至你國泰 你都飛不到去內地 就沒有了 你都要裁人 我可以明白到 為什麼國泰要裁這麼多人 當然大家都不開心 看到這樣的情況 郭泰自己也都要自己檢討一下 我很老實這麼說 就是檢討什麼呢 他們以前的管理真的有些問題 是不是 如果不是 就不會你那些 油的合約 就輸這麼多錢 是 你也都是 我們 就是 英文說 compressancy 以前 獨大 什麼都不用改善的 什麼都 就是 這間公司 很坦白說 管理 過去很多年 都做得不好 加上有疫情 那你就 害到那些貨企 現在是這樣 你政府 你政府 住資了幾多 270多億 有些市民 說 你給了這麼多錢 雖然不是說給 送給他 但是你也有些責任 他現在去炒這麼多人 那也很難說 你覺得是不是 這個我又覺得 我又覺得分到兩邊看 如果你不 注資給他 他可能明天就倒閉 倒閉就不止五千多人 在香港不失業 可能是說 二萬人 三萬人 是不是 那就是 你不救他 他可能真的倒閉 有機會倒閉 但是保不住所有的職員 因為他每個月要燒成二十億 是不是 很傷的 就是每個月都在出糧 但是沒有收入 所以你又要理解他的 但是我覺得 香港的品牌很多都很出名 他是其中一個 搞到今天這樣 我們香港都有點欺負 另外那個當然是匯豐 匯豐不是匯豐 匯豐不是匯豐 匯豐現在怎樣匯豐 匯豐是兩回事 匯豐好像說今天已經復活了 今天好像要出去 那個育教會不會成分工 這個就是兩回事 匯豐在中國和香港業務 賺很多錢 所以我們東勝哥 是很有影響力的 在董事局那裡 東勝哥很慘 但是他在香港和內地 還是做得很好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股價 股價不是因為我們亞洲做得不好 是被人拖累 那些英美歐洲做得不好 人家都說他的公司 他的銀行有些問題 哦 又是 這個就真是很 什麼 因為自從Stuart Gulliver 離開了之後 他已經是現在第二個總裁了 主席又換了 但是似乎都不可以起死回生 可能呢 可能 我不知道他的內情 可能現在 這個世界都變了 那些所謂舊經濟的公司 要轉為迎遷特 現在呢 你看一下我們 馬先生 馬雲 不是我 幾點啊 人家那些什麼螞蟻啊 那些全部呢 做那些所謂fintech的事情 都行 那就是說呢 這個世界都是每天都變的 慶姐 要呢 你做生意也好 做什麼都好 我覺得 都是要因時制宜 還有呢 要自強不適 因為為什麼呢 你香港也是一樣的 喂 我們香港啊 你也聽到林鄭月娥說 我不介意的 我們輸給深圳 那時候你做官的時候 還沒有輸給深圳的 是嗎 當然還沒有 我那時候不是 那時候我講過 那時候跑贏的 是嗎 我那時候我記得 我很記得 我在公開場合講過 我說呢 人家現在開著的跑車 Ferrari 那你又開著什麼呢 我們呢 那時候還開著Benz 不過呢 Ferrari 快啦 我經常說 你看著那個倒後鏡 人家在路上 人家在路上 誰知道現在 我發覺 人家也有幾個機會 看不到我們 不過我這樣說 那天 特首講這個說話 有些 我覺得 不是很正確的說法 即是他講得不正確 為什麼我說他講得不正確呢 如果我是香港人 我不是讀經濟的 我一看就說 啊 那深圳 好像你說的 就比我們更威風 其實深圳也未必是這樣算的 一解釋給你聽 跟經濟學上 我們通常是以一個人均收入來計算 他後來很多 很後之後他都提過 當然你跟他提過 沒有沒有沒有 他回來了 人均收入呢 今天在深圳 都去到三萬多美金 香港就四萬八 你聽下去 如果用這個數字 你會說 我怎麼會輸給他 你又不對 這個說法 為什麼呢 我又講個數字給你聽 在深圳 都很多區 其中一個區 叫南山 南山 你有回鄉證 你又不回去 我沒有回鄉證 你無謂說 你一回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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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不要說了 南山 南山是一個科技區 有超過一百萬人口 南山的GDP per capita 就是人均收入 今天來看大約五萬多美金 高過香港四萬八 你想想 那樣東西 人家已經超越了你 好了 那就是說 特別你要記住南山 十幾年前 是什麼都沒有的 很荒蕪的 很荒蕪的 為什麼我熟南山呢 因為 你知道我喜歡打球的 我還沒入政府之前 都很喜歡打球的 因為那裡 就有一個很出名的球場 因為我經常去那區 那現在還有沒有 球場 球場還在 可能遲早都會變 但是我想說那一點 其實深圳很多東西 真的跑過去香港 這個是事實 你說起這一點 我前兩天就訪問一下 劉明慧 他說他自己做了一些研究 訪問調查 問一下年輕人 因為國家主席 上個星期 就說要叫香港的年輕人 增強對國家的向心力 就是要進去多些讀書 做事 住 我問一下劉明慧 他說他們的調查 就只有20年輕人 是有興趣的 他說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人工是很低的 比香港 可能只有一半 或者更少的 你說到南山 不富貴 但是那些 尤其是年輕人去到 是賺不到那些錢的 是不是 不是 也有 香港有些公司 其實都在南山有總部 就是分支的 但是為什麼他們給那麼少錢 不是 那你那個距離 就是 你知道南山 那些屋價很貴的 20萬一平方米的 人民幣 不便宜的 就是你看哪個區域 其實就不可以一概而論 你去大灣區 你去中山 中山的樓價 一萬元 一平方米 那你當然 人工是低的 是不是 你看 我覺得不可以一概而論 那怎樣呢 你說一下 告訴國家主席 怎樣增強 我們香港年輕人 對國家的向心力 令到他多些人想回去 讀書啊 住啊 做事啊 這樣 我想主席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 香港年輕人 要多認識國家 是不是 你說你只有20%的人去 有認趣 有認趣 你都沒去看過國家的發展 就好像我那樣 你想想我 從80年代 一直看著深圳的發展 一直看著其他 就是內地城市的發展 我真的看到那些發展是嚇到你的 就是深圳那個經驗 那40年的經驗 是比很多城市快 一百年的 那為什麼不是很多香港人 都被他嚇到 或者很嚮往呢 你做官的時候 或者現在的人做官 好像做不到這些事情 那出了什麼事呢 我 為什麼有些人還經常說 喂 地就回歸了 不過人心是未回歸 是呀 鄭育成都說了很多次 是 是 那你們做官 現在不做官 做錯了些什麼呢 Fred 我 就著這個問題 我相信都很複雜 為什麼呢 我們時間的問場 很複雜 你給你兩分鐘解釋 我想這個就是回歸的時候 沒有做到很大量的教育工作 是吧 這個我相信是重要的 那時候沒有高鐵 現在有高鐵 現在去內地真的方便很多 是吧 很舒服的 如果坐高鐵 一地兩劫 那時候我覺得可能是 這方面做得不夠 現在多了這個溝通的機會 希望慢慢的 希望改變 不過要需要時間的 他呢 就是教育大學的校老妹主席 雖然說做個年尾 剛剛穿得這麼正 就不是因為我們 因為他在教育大學有個活動 喂 那你已經做了幾年了 主席 有什麼做到出來 現在梁振英在這裡 捉住要清算老師 就說那些老師是有責任的 這幾年來 這麼多學生被人拘捕 那你怎麼看 主席 你怎麼看啊 因為帶回大學校的主席 就沒有了 那些老師看著你的了 那些學生也看著你 我呢 就想說 其實教育 就不只是老師的責任 教育有三方面的責任 一個就是老師 或者學校 一個就是家庭 一個就是社會 嘩 這三個 你很少時間 你一頓一頓就去大西洋 你不要妨礙著我 才行的 他妨礙著你 我就是說 你所謂的教育 你就不可以 出了問題 就不可以只怪責 學校的 我怎麼樣 就是你又有家庭的教育 對吧 又有這個社會的教育 我看到有些年輕人 坦白說 為什麼我這次 希望花多些時間 做品格教育 都是我看到很多年輕人 在品格方面 真的有進步的空間 其實品格很長 可以講一個小時都講不完 但是你只得限度 最基本的 懂得尊重人 我看到有些年輕人 就是我看片 就是 哇 就是搭一搭巴士 不開心 粗口出來罵 那些巴士叔叔 唉 就是我 不要說那些大學校長 被他用粗口罵 我們都見過這樣的畫面 那就是 我覺得 這個是很基本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不是 就是 學校出了問題 我又未必覺得 是 你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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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長在家裡 悶口粗口 那你 預期那個小孩 那是怎樣 他聽一聽 哇 當作粗口是吃糖 那樣的 哇 那你出街 就這樣 那個社會呢 是不是 那社會也有什麼 那個社會 警察都是用粗口 你的官員都用粗口 那你整個社會的氣氛 很多事情 要做的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那 那 就是現在 今天的香港 就是我 作為一個香港 土生土長的香港仔 這麼多年來 見到最撕裂 見到最多 可能是最多 怨氣的時候 那就是 所以呢 我等一下 說一些 我昨晚發夢的事情 給你聽 哈哈 昨晚發夢 快點說 時間不是很多 你一個個都要 馬上醒了 聽到你發夢的事情 我 我覺得 香港 真的有一個 很大的改革 帶我們走出現在的 這種心意 怎麼改革 從哪裡開始了 第一 兄姐 我和你十八年前在議會 你承不承認 今天的政治生態 比起十幾年前 是差了很多 這個一定是 是吧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這個質素 我們那些政治人 就是 你以前那些同事 即是官員 不是官員 是議員 先說議員 議員 議員是民選出來 很多都說 一半 都知道 這些質素 坦白說 每放月下 對不對 以前我在議會那時候 聽到曾鈺誠 和李柱銘在這裡 辯論的鏡頭 現在還不如有 沒有的了 剛剛才 沒有那些質素 是不是 好了 這個有關聯的 為什麼呢 因為議會的質素這麼低 我不是只說 泛民 我兩邊都批評 建制和泛民的質素 都說了 官員質素呢 我也是想說 其實這個和議會有關係的 當你議會的質素這麼低 什麼都罵 什麼都不是有建設性的 去到議會那裡 好像一個鬧交場那樣 你猜一下這樣的情況 會不會吸納到精英 坦白說 如果我今天 今天 現在叫你進去 你不去 死都不去 我免得被人侮辱 好像我們特首說 被人侮辱 你是一心服務香港 但你去到議會那裡 他又罵你 又罵你 又罵你 那你的心 都不開心 你明不明 他們是完全不回應 你的訴求 你又知道那一段 永遠這個世界 有兩面看的 我同意你講法 但是 這個就是尊重 大家都沒有尊重 我問你的事情 你又回應什麼都沒有 兄姐 以前你一議會都罵我的 你記不記得 你都罵我的 不過我們罵得來 很有文化 你知不知道 好像我說 我的文件還沒處理好 又說要收拾房子 我們都是笑笑厚 你記得他先估 是 是 人家他們還沒上班 他們還沒出生 十幾年前 他們都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但是 他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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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我再跟你說 不要阻礙大家的時間 不是啊 他們那個都看著 因為當時他們都是讀幼稚園 當時他們個個都是讀幼稚園 誰知道什麼事 我告訴你 我再跟他們再談過 再跟你再談過 不是 講回政治生態 講回政治生態 兄姐 講回政治生態 我告訴你 你這樣的質素的政治人物 是會令到有些精英 望之卻步的 所以林鄭月娥就罵張玉成說 他民建聯的人沒有質素 說他幫不了培養有質素的人 你很同意吧 我同意 我不要說哪個黨 我不想說哪個黨 我只可以說 我自己十八年了 打開眼睛 看一看 十八年 每放月下的質素 像我所說的 每放月下的時候 你連吸納精英的人 不會想加入的 你知道嗎 我們那時候是個個減薪的 個個減薪的政府 現在有多少個減薪的政府 你問那些副局的 你自己看看 我都不想做一個什麼 其實告語也說不想做什麼 那你 鄭若驊是減薪的嗎 你說句 那是事實 兄姐 我告訴你 弟弟 政治 那些人是想進去政府 在其他地方 是做什麼呢 他是想執政的 但香港這條路是斷了的 你都說了 立法會的一半是選出來的 政府是沒有的 那你這裏已經令到 精英也好什麼人 已經沒有表情了 你都不要說進去大鬧了 那裏最基本的 已經斷了那條路 那為什麼不去改 令到香港市民 真的可以選人去執政呢 我不是說港獨立 是高度自治之下 兄姐 你選人 你最重要是人 有心去做 而又是所謂有資格的 現在有些 我看到議員 對不起 在議會上浪費時間 浪費我們立法人的金錢 都覺得官員都是浪費 你說浪費 那怎麼辦 我們要去改革制度 令到吸引人 大家進去合作做事 我剛才一開康已經說 是要有一個大的改革 是呀 但你沒有說到 唯有民主選舉選政府 你一說 你問我 有很多事情要循序漸進 你都知道 循序了幾年了 現在都 50年不變 去了一半 還循序漸進 我認為這樣 我有個 昨晚發夢 有個報謀 報謀就是什麼 就是 可能我們香港 需要一個 另外一個政黨 誰還在搞 這個 阿田北俊 你什麼希望 又沒有選舉 那個很少規矩 他沒有找你 沒有找你搞 沒有 你想搞個黨 不是 我沒有資格搞個黨 就是說 我覺得 今天的困局 真的要香港 真的要走出這個困局 要想想辦法 譬如 有一個黨 是 吸納 吸納什麼 其實我們有一幫很精英 你猜是什麼 你聽不懂 給你吸納 吸納 很多我們現在退休的官員 其實 葉劉不是其中一個 吸納 吸納 來動國 只有一個 我的意思是 整個黨 又要吸納 那些 那些 那個電視 是怎樣的 不是 阿興姐 所以你有了不知 在政府裏面 很多委員會 是很多精英 年輕人 真的有 真是個鼓 他們 其實應該 就是 應該 組織起來 就是有個這樣的黨 這些是精英 很多很年輕的 幾十 三十歲左右 已經很聰明的人 你還沒見他們出來 說說話 他們都說 他藏在那些委員會上 所以如果你有個政黨 將他們集中 然後出來 他們為香港做事 贏回那些選民的選票 在這個直選那裏 這樣呢 我覺得 會可能 會令到香港的政治方面 有些新的面貌 就是現在這樣搞下去 坦白說 我自己看到 很灰 就是無論是在這個 政黨的政治 或者是甚至影響到 那些精英入政府 真是沒有人肯做的 你這樣 我去到議會上 被你整天這樣罵 這樣沒有肉 那你怎麼做呢 真的 你想想以前我們多有文化 就算我們唇槍舌劍 我們都是很有文化的 現在不是的 現在去到抗議 甚至抗議都沒有文化的 都要訂一下東西 都要 詩紙 這樣搞下去 我們香港現在已經被人笑 我們以前是笑台灣 以前我們笑韓國 現在被人笑回頭 我作為香港人 我也覺得有點尷尬 那你有沒有跟你以前的同事說說 那些官員 昨晚才發夢 除了發夢 昨晚才發夢 就是他們的做法 令到現在的社會這麼撕裂 你明白嗎 他們就是執著權的人 他們完全不會回應 就算問問保皇黨 其實他們很多人都很討厭他們 你搞到這樣 那為什麼他們不要負責呢 為什麼你不說他們呢 他們呢 我告訴你 我心裏都不會很舒服 那怎麼辦 做官員 你以為今天做官員 會很舒服嗎 以前我們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以前做官員的時候 就是十幾年前 經常坐一輛車出去 都是AM什麼什麼 你一看就知道 這個馬時空的車 現在官員 都不敢用AM車牌 已經是一個 他們換了車牌 換了車牌 換了什麼車牌 BM 不是BM 什麼牌 總之不是AM 就是他不想被人認到的 還有我看到很多人 是拘捕了那個導演的 坐車 就是被別人看 那個人走過 你看不到那個車裡面 是什麼人 坦白說 這個 他都不舒服的 你以為他們想嗎 那就是做好一點 我們每個人都想做好一點 所以我剛才說 希望吸入精英的政府 十八年前 我們那些 你是來精英 不是 我不是說我是精英 我只是說我減身入政府 這個是事實 每個人都知道的 梁錦松 我 甚至很多 李國章 每個人都減身入政府 對不對 這個是事實 是 是 我不想說 我們是精英 我們不是精英 我們是想服務香港市民 好像我們特首一樣 但是 那時候 那個環境 是可以吸引到這些人 進去政府 今天這樣的環境 很難 整個政治生態 這樣變化下去 香港是一直 我認為 如果不改 是真的 有機會再尋下去 我們現在已經是沉沉的 就是 經濟上 我們又沒有很好的出路 是不是 這個政治上 就是政治影響經濟 是不是 你怎麼去決策 很多事情 所以是很艱難 很辛苦 唉 真是慘了 所以 或者下一次才叫 主席 到時候我又不是 退了下來的 再找你上來談 好啊 多謝大顯姐 多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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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談就不停了 好 沒有break 有沒有問題 沒有break 沒有就離開了 沒有就離開了 你好 商業電台 想問幾個問題 一條問題 一條問題 對 一條問題 首先國泰那裡 政府主持了 二百多億下去 其實從你的角度 因為你之前都曾經是政府做的 會不會說政府可以做更多 令到現在的局面不至於要裁員呢 我想政府的初衷 不住資明明上去 有沒有 有沒有事情可以做更多 好像我剛才在輕姐節目說 他住資進去就是防止一間公司倒閉 因為我想如果當時不住資 國泰真的未必生存到 如果不生存到 你現在他住資了 我看學者說可以捱兩年 捱兩年 但是如果他不住資 就真的可能即時倒閉 即時倒閉 影響的人 他有三萬個員工 我看報紙 三萬個 你知道我畢業的時候 我講過的 我第一份工是想做國泰 你想想 國泰是一間公司 這麼有吸引力的公司 但是那時候是有機會 你不住資可能有機會倒閉 如果倒閉了 就三萬個員工的化碼能力 即香港可能二萬多 即一些總部 所以我覺得都是兩件事 不過他住資那時候已經 我相信都猜到他會裁員 因為沒有一間公司 就算你怎樣有社會責任 都可以沒有生意 天天只有出沒有入 是吧 沒有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是兩回事 我又不是說會怪了政府 其中一個條件就是 你一定要不准裁員 不准裁員 他每個月就 多花很多億的 所以他都未必捱得住 就是兩回事 不過我看到 唐嘉誠都講話 已經是請公司要顧住 即社會責任 令到員工好過些 這個都是 我相信他們都有出過聲 盡過力的 但就真的很艱難 第二件事就是 剛才提到 條件事就是和深圳通關 但現在可以指望見到 就是和新加坡那邊 旅遊交易 已經有原則性協議 其實你覺得 怎樣看呢 如果將來 先和新加坡有多些 就是有旅遊交易 之後 你想講那個經濟 會不會帶來一些 比較多一些的動力 你怎樣看他的幫助呢 有這樣的旅遊氣泡 當然比武好 但是最主要我們那個動力 經濟動力 其實都是在落地 和我們的交往 所以你一天不開內地的關 一天你都沒有生氣 新加坡呢 和我們 我就沒有數字 有多少人來來回回 那 香港 對新加坡來說 只是說新加坡而已 兩個城市太相似了 就是香港人為什麼 通常旅遊都去泰國呢 泰國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新加坡你去到好像 除了賭場之外 和香港是有分別的 其他很多東西都和香港相似的 所以那個旅遊氣包 在整個 就是當然是有好過沒有 但是在整件事來講 就是幫助不會很大的 一定如果你要搞這些這樣的氣包 一定要 譬如和日本又搞 就是和日本那些 反而多一些 和我們交往 或者泰國 現在泰國 你和他搞氣包 他都還沒接 你都還沒接 所以很複雜 但是我覺得 似乎重點都是在內地 就是一定是在內地 快些搞定內地 如果搞得到呢 至低限度我們會有 就是多些生氣 因為現在來講呢 你想一下 我們 我們 那個韓國也都很辛苦 就是你看到那個 那個hospitality 就是叫什麼 就是酒店啊 這個餐飲啊那些 那個失業人數是 雙位數字的 你是這樣 還有呢 你不要忘記 就快到聖誕 就快過年了 一到了那些時候呢 就是 很多老闆就會說 我完了 就是聖誕和過舊歷年呢 是很難過的關 所以就叫了叫了 到時候呢 可能呢 我絕對不出奇就是 那個失業率呢 就是拍得住 SARS那時候 我沒有記錯是7點 你們可能更清楚一點 7點多的 就是現在我們是 就是16年的高位 就是還沒到17年的高位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去到17年的高位呢 它回落的速度會很慢 就是比起上次 上次 因為我在政府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的財赤是600億 我很記得的 600億那一年 最辛苦的了 那一年 600億 但是 就是眨眼呢 就已經是有盈餘的了 但是這次不同了 這次我自己公開都講過 可能 政府這些都沒有挑戰我這個說法 就是說 未來的兩年的預算案 都會有 deficit 就有赤字 未來兩年都會有赤字 這個呢 就很艱難的 所以為什麼才爺這麼辛苦的工作 因為 所以連那個兩元的坐車 可能都要各自 那些錢 那些錢花很容易 現在花出去很快的 但是賺錢就很難 那 你又沒有賣地收入了 你看看昨天東涌就流飆了 是不是 那你又賣地收入就少了 你又 唯一好些的就是股票市場的市場不錯 但是你公司的稅收入又會跌 人的 我們的身份稅更加 你都失業了 怎麼搞身份稅 那就又跌了 身份稅又沒有 這個公司的企業你得稅又跌 這個賣地收入又沒有 所有的經濟活動都慢 所以你一定收入就少了 收入少了 但是政府永遠都是 支出是不可以cut的 因為你有這樣的醫療 你要給這個保安 你要有這麼多的支出在中門 哇 那個數目 三大範疇最大的了 現在政府的數目 教育 醫療和福利 這三筆數是走不走的 這些不可以改的 不可以削減的 所以很辛苦 還有問題 這邊 給這邊問一下 馬先生想問一下 郭泰國的問題 其實政府鑽了這麼大的錢 那他們又有人在裡面做公審 今次大陸財務 其實政府是不是都需要重回 都幾大的責任 我想你很難叫他負什麼責任 除非他那時候 怎麼說呢 就是 注資的時候說清楚 你在這樣的環境下 你要做什麼 或者說 你不可以炒多過這麼多人 但是我相信那時候 注資的時候 他們都對公司未必 這麼了解人事上的問題 或者是一個重組 所以他注資到現在 都差不多三四個月了 如果沒有記錯 這幾個月內 很多事情在發生著 是吧 他的董事局商 一定一直在看著 比如港龍的定位是怎樣 很多問題 就是我想很難叫政府 當時注資的時候 就下了這些條件 就是時候我們可以說 為什麼你不下了這些條件 要這樣 但是我想其實不容易 就算你給我是政府 當我今天是政府 我都不可以說 我注資給你 你不可以做某些事情 不可以裁那麼多人 其實我相信 我懷疑 郭泰一定有跟政府說 我受不了 是吧 我現在你 你借這個錢給我 買幾千億的Warrant 什麼 都是 我都是捱著他 是吧 就像剛才我說 令到他不要保幣 並不代表他不可以裁人 很難的 你作為一個商業機構 你怎麼可以說 我拿了你的錢我就不裁 他沒有可能這樣做 前陣子就有20個小學老師 因為在學校裏面 講一些廣告的教材 然後被人取消了 你現在都是教課 你怎麼看這件事呢 之後政府又說 其實不是說校園 連貫輸廣告物 連討論廣告 都是懷疑廣告法 你自己的問題 我覺得 作為一個老師 就是你可以教學生很多知識 是吧 但是呢 將自己的政治理念 帶進去校園 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就是這個原則性的問題 原則性的問題 就是這個原則性是不對的 但是你說實際上 它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我都不清楚 那我就不評論了 但是原則就是不應該 就是將你自己的政治理念 帶進去課室裡 是吧 你可以回家講 你和谷企人談就行 但是你這個是職業 是吧 這樣就不對的 我都不懂 那你為什麼來任何教大學公會住 除了是你原則的原因 反而我覺得 我現在搞這個品價教育協會 是會幫到那個學生的品價多些 那現在很多事情已經在做 現在其實我們 我請了一個教大的高材生 做我們的執政經理念 去搞這件事 那我自己都去見一些學校的校長 講我們想怎麼做 就是我是喜歡 我下手下腳去教很多東西 就不喜歡只是開學會那些的 那阿興姐就知道了 十幾年了 我這些很身體力行的 我覺得是品價教育在香港是很重要的 還有我們搞品價教育不僅是教學生的 我們是將那個 剛才我講過了 教育是家庭都有份的 那將那些家長都帶進去的 我還有想問一下 你以前都曾經是政府問題的官員辦事 對於今次 林鄭月娥因爲要 official的埋蔣的措施 所以延後那些政府沒有發表 你覺得比善人中任務的嗎 是很特殊的 這個差不多 改過日子試過改的 譬如如果我沒有記錯 以前施政報告是 一月又講過 一月二月 就是在財政預算案之前一個月的 後來我又忘了是誰改了 就改到十月 那有些改動是預期的 那些改動是絕對不出奇的 不過那個改動是這麼闖撫 就比較出奇了 這個因為為什麼 你做施政報告是準備很久的 就只要幾個月了 就是我們以前做施政報告幫特首做 都有幾個月的時間 那你當然知道了這個程序 所以這次是比較 我覺得是很 我看到新聞的時候 我都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我的反應都是這樣 但是有一個這樣做 我相信有個好處 也有個不好處 好處可能給特首多點時間 去跟部位談一些很細節的事情 但是不好處就是使市民的期望又高了 因為永遠都是 遲了當然有好事才遲 但是如果你出來達不到市民的期望 有落差的時候 市民又會 甚至through你們傳媒會有很多批評 比如搞多一個月 現在都不知道搞多久 當你多一個月 搞多一個月原來也是這樣 就是會有 市民永遠都是的 我們有期望的 就是有這個問題 我相信一定有他的原因去改日子 不過這個是有代價的 有代價的 馬先生 剛剛都說到 議會方面就需要一些大改革 一定要 另一方面就是政府方面 會不會有什麼需要改善的地方 需要包括哪一方面的入財 怎樣才可以令社會更加多一些 大家知道嗎 好像我說 這個是循環來的 你有議會的人這樣的質素 你是很難吸引一些精英的 是吧 那反過來 用一下興姐的角度 你的官員不夠聰明 人家當然罵你啦 有兩個看法的 但是我覺得不要大家互相推卸了 大家如果是為了香港好 就一起做 是吧 就是如果你改善了整個政治的人才 他 興姐這麼多年的政治人物 個個都知道的啦 就是 非常的成功 他都要承認 現在是政治生態是每放月下 不是我講的 你剛才也承認 興姐是不是 所以說 問題真的在這裏 我們要怎樣改善的問題 用一些積極的就不要說 你要改 你又要改 那就沒用了 只是用一個比較積極的態度 怎樣將這個政治的生態改了它 現在你有一個空間的 我覺得 有一年 因為現在那個議會是延長了一年 在這一年 我覺得 無論 甚至中央 這個 我們香港 所有的人一起 集思港益 想一下 怎樣可以改善這個政治生態 現在這個政治生態 真的是很差的 你當你這樣的政治生態的時候 你是一個很惡性的循環 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想辦法 我覺得 我看到現在香港的政治生態 我真的有點擔心 再這樣下去是不可以維持的 是不是 你都要扭頭了 是不是 興姐 你很少扭頭的 我說話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林派都開始有特首選擇跑馬仔 有什麼 特首選擇跑馬仔 現在 林派都開始有特首選擇跑馬仔 是嗎 這麼快 你想不想想 政府要減少社會分裂 你有沒有什麼心意 任何方法 有什麼條件 任何方法 或者本人 有沒有興趣 馬仔都還沒進閘 我更加不會 馬仔都還沒進閘 我就不會 下不了票的 等馬仔入閘 我就告訴你 好不好 好像那個 馬仔入閘 的時候事實上是热身 不是 热身它未必能進 熱身 我看到馬場的時候 馬在全馬 另外賣到閘 都不進去 所以不要 等它進了閘 我們再討論這個問題 有沒有問題 還有什麼問題 剛剛你提到現在的政治生態很惡劣 其實都人心未歸同社會有關係 但是其實都可以看到一個現象 其實中央對香港的信任就低了 所以都很多的限制措施出來了 例如《國安法》 或者是一直之前的很多次不同的釋法 但是另一方面中央對香港人的信任有這些限制 而香港也有相應的反彈 其實這個惡性循環也造成政治生態越惡劣到那個原因 你自己覺得應該怎樣去解開這個結呢 凡是解開什麼結呢 都是靠兩個字 叫做溝通 你越溝通得多 越明白大家的難處 中央其實一早已經知道香港不容易管的了 由這一本是一本很難讀的書 到今天眨眼已經夜幾年了 香港是一個很複雜的地方 去管理的地方 加上我們確實在回歸之後 有很多東西我看都是不得注重的 包括剛才我們說對國家的認識 都沒有什麼下功夫 以為回歸好像按個按鈕一樣 一按完就會發生了 原來不是的 原來很多東西是要溝通 是要教育的 所以很多問題不是那麼簡單 不可以說一言兩語說完的 只是希望什麼呢 就是希望 現在你有個《國安法》 希望那些東西自然而定一定線 不要像年紀前的社會運動 搞到社會都很亂了 現在我們已經有個疫情 已經搞到我們的經濟這麼慘了 所以不要再搞了 現在真的要政府也好 政客也好 想個辦法去令到這個社會和諧一些 有回動力 然後再重新再出發 但是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再不把這件事當是一個最重要的議題 但是我們香港也一直在搓垮稅 已經是這麼多 眨眼 已經 整個二十年 我們一直都沒有進步過 所以是很辛苦的 我想問一下 剛剛你提過 你希望退休報會 外場阻礙 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現在聽過相關的消息 有些方面 這些黨員有什麼政策 這個是我昨晚發夢想到的 所以你沒有說過 昨晚才發夢想到的 這個不關事的 我覺得香港 我想說的那一點就是 其實香港有很多精英的人 很多精英的人來的 但是你要將他們組織起來 替香港服務 慢慢希望改變政治的生態 可能葉太 聽完我說的 我已經出來了 是不是 如果他有這樣的能力去 去勾一班這樣的退休的人 為香港做事 他現在是黎道國 如果他勾到一班什麼人 那是好事來的 是吧 那些都是香港的精英來的 是吧 就是慢慢希望可以幫到香港 我不是一定說退休報官 我只是說做過公務的事 對香港有心的人 都可以進入了這個category 希望改變政治生態 我只是覺得現在的政治生態 不可以這樣維持下去 好嗎 多謝大家 他想問給他最後一條 你問經濟報 問經濟 不是 我問一些創破 深國合作創破的事 其實現在深國在創破方面 都已經很好了 我都想跟他合作 其實我昨天都說過 未來的施政報告 就是關注的是 怎樣吸引一些人去大灣區發展 但其實在說的是 吸引一些創破的人 我會不會覺得 剛才聽姐都說過 在創作主席的向心力的問題之後 會不會吸引了創破人才 反而其他一些比較普通的人 不要說普通 即是其他行業的人反而沒有顧及到 但你要增加向心力 其實不是單單創破人 但可能其他人 你覺得不懂這方面 其實應該加強回接顧其他行業的人 我最近有看電視節目 看到原來我們香港有些在大灣區創業的 開餅店的 我想你已經沒有看這些節目了 我收拾到大灣區創業就有很多香港人去大灣區發展 所以我不覺得它只是集中在創科的 其他地方它都會有些 譬如醫療我知道 政府就鼓勵很多醫療的人去大灣區創業 這是事實的 所以未必一定在創科方面的 我覺得也不應該只是在創科 應該各行各業都可以在那裡發揮 是吧 然後我們其實香港有很多聰明人的 其實已經是 你問我在創科那裡 你看大疆其實都是在香港出來的 所以慢慢不同行業都可以發揮 好嗎 OK 多謝你們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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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給我麥克風 好 謝謝你 唉 郭泰真是慘 真的很慘 不是啊 你知道嗎 很大影響的嘛 你還有那些員工沒有失業之外 就是你供樓呢 是啊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發生的 供樓怎樣呢 謝謝 供樓怎樣呢 唉 真是很慘啊 真的 謝謝 謝謝 sharply 謝謝 杉